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克拉夫特为台湾发声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替台湾说话 过去曾po出包包内放着台湾黑熊的照片 表态挺台湾立场相当坚定 而台美友好也反映在军事互动上 国国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年底将猜测 改成全民防卫动员署 明年成立后计划派部队前往美国训练 根据的就是国防部军事交流政策中的陆维专案 过去美军特战第一总队 曾公布部队形象影片 画面中美军在台和国军共同操演 作为部队协助国际友邦军事训练的宣传影片 台美关系稳固 国际友人不会中国杀音 多次替台湾坚定发声 也图现两国关系 坚诺磐石 三里线盘照 越关台北报道